一口气看完历史上香鸡四之战的全过程 香鸡四之战是唐朝安史之乱中 唐军与叛军进行的一场决定性战役 公元755年 唐朝边境大将安禄山与史思敏 为夺取皇位而发动了一场叛乱 由于唐玄宗的决策失误 安史叛军取得领保之战的胜利一举攻克了长安 不过当时唐朝的精锐部队都在西北边境 因此安史叛军虽然进战了长安 但却并没有击溃唐军的主力 公元756年 太子李亨于领武登基称帝是为唐宗宗 当时唐玄宗逃亡蜀地而两京失守 唐宗宗迫切希望通过收复两京来鼓舞事迹 以及展现自己的政治权威 为此他在长安城外展开了多次军事行动 但由于计划不周全 再加上双方实力过于悬殊 唐军的反攻并没能成功 之后唐宗宗决定等边境军队会合后 在整军出战 此时安氏集团正在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 其军队在关中山西虽扬三条战线上作战 原本安氏叛军就良有不及 三线消耗更是加速了其战斗力的下滑 公元757年正月 安氏叛军内部发生叛乱 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害 叛军部分主力叛逃局势不稳 此时唐朝安西河西等边境军营陆续集结 中央兵力得以恢复 于是在公元757年年初 唐宗宗决定改变战略趁此机会收复两斤 当年四月 他任命唐将郭子怡为天下兵马副元帅 唐军由此正式展开了第一轮反攻之战 战已出击 郭子怡原本已经打败了叛军李贵人 但当时各边区军阵之间缺乏协调 在长安城西的青渠之战中 郭子怡遭遇叛军夹击惨遭失败 此战叛军先是利用骑兵优势猛攻唐军 随后又伪装败退又是唐军追击 当郭子怡率领全军追击时 安守中以萧綦九千组成长蛇阵 致使唐军大溃资重也因此损失待见 此次反攻的失败使得唐军形势更为严峻 于是唐朝在筹备第二轮反攻时 招募了更多部队的加入 以此建立强大的兵力优势 不仅如此为了对抗叛军的骑兵优势 郭子怡还建议唐宿宗向回合戒兵 唐宿宗应允后承诺回合 此战过后将城中宝物都送给回合 于是回合鼓励培罗克 含派来四千骑兵以及大量粮食 另外还有如南赵于田等小邦的增援力量 有力协助了唐军的反攻 当年九月唐朝出动了号称二十万的大军 再次向长安发起了进攻 这一次唐军吸取了上轮战斗的教训 特意将战场选择了地形复杂的湘基寺一位 借助周边风水与大川形成两一保护 湘基寺位于长安城南十余公里外处 是进入长安城最后的军事要地 其地理环境攻守皆备 尽可取京师退克入中南山 与安史叛军所占据的长安城形成居高临下态势 极具军事优势 另外唐军还对军队做了梯次配置 形成前后三条阵线 队伍最前线位刚到战场士气较旺盛的安息北亭军 而兵力最多地位也最高的朔方军则被安排在第二线 由郭子怡负责指挥 最后方为领保之战后的残兵组成的关内行营 由王思理负责指挥 此外还有回合骑兵被安排在阵线两翼 以防敌方的精锐骑兵 而叛军方面也出动了十余万的兵力 由于整个长安城战线过程 叛军并没有选择依托城墙消极固守 而是留下部分守军后出城与唐军决战 其中路是以契丹突厥为核心的骑兵 两翼为大量步兵掩护 同时在左翼安排了另一支骑兵部队 以被需要时可以发起突袭 这场决战唐军虽已做好充分准备 且占据了有力的地理位置 但它仍是一场凶险万分的战役 决战之初唐军就陷入了被动局势 叛军一改之前的保守战略选择了率先进国 游贼将李归仁率领的数万精锐骑兵 对李四叶的安息北亭步兵主动发起了猛攻 李四叶与郭子怡等将领一样 也是唐朝九经沙场的名将 而安息北亭步兵作为唐朝中期的精锐部队 他们长期作战于西域以及中亚前线 战斗力更是十分强盛 但李归仁所率领的幽州突起战力也非常强大 其冲击力相较于西域小邦的青庄攻旗更胜一筹 李归仁在第一次冲击失败后立即后退重招 紧接着又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步 面对敌军如此猛攻 安息北亭军的一线部队逐渐不敌 而就在这时李四叶亲率莫刀手出击 这些装备长刀与重甲的部队 使中唐时期广为流行的死士兵种擅长进战 当前线部队出现严重空荡时 他们就会出动进行增援 并试试侧动全线反部 当时叛军已经陷入与唐军的混战中 莫刀手的突然出现令他们猝不及防 很快叛军就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而李四叶更是亲自斩杀了敌军十多名骑兵 将安息北亭步兵阵线从危险境地中挽救回来 在李四叶身先士卒的鼓舞下唐军越战越勇 第一线军队已经开始出现反攻之势 随着前线战局的不断变化 第二三线的唐军也逐渐移动 慢慢的地形已不再具备掩护优势 而这正是叛军一直在等待的时机 他们早已在战场东侧隐藏了一支精锐骑兵 就等唐军露出破战后便发动偷袭 不过此时的唐军鉴于清渠之战的势力 早就做好防备提前侦查到了这支伏兵 于是唐军派出四千回合骑兵前去消灭他们 回合作为当时的墨北霸主 其骑兵战斗力更是独步天下 在不顾怀恩的率领下 回合骑兵很快就将幽州突起机会 并在之后的追击过程中绕到叛军侧后 与安息北亭步兵一起对叛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使得叛军首尾固执不暇 叛军骑兵部队被消灭后战争局势开始逆转 不过大体上仍处于相持阶段 后叛军还想复制清渠之战的计划夹击唐军 但没有成功 之后叛军军心大乱战斗力略减 而长安城内的首城叛军见状也都崩溃不止 甚至唐军还为率领大军进入长安城 城内叛将张通如就以弃城而逃 此战共持续约八个小时 其中唐军升勤两万敌军斩首了六万余人 经此一战安氏集团在关中的防务就此崩溃 战后唐军成功收复长安 沉重打击了安氏叛军的嚣张气焰 一举扭转了之前唐朝在战争中的不利局面 在战争中的不利局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